由志工导读故事绘本 学生们听的入神 融入在故事情节里 为大家上了一趟美好的阅读课 每月定期开往草屯国小的书车 学生们都很开心且期待 感谢志工妈妈们为他们说故事 我都比较喜欢看那种迷宫类的 我觉得他们讲得很生动活泼 觉得这边的书很有趣 然后在这边谢谢志工 在这边讲故事 谢谢他们来这边让我们看书 就是很谢谢这些海鸥叔叔 这些志工妈妈们来让我们看 然后谢谢这些志工妈妈 就是讲故事 然后也讲得很生动 每周每班都有一节阅读课 加上成读的时间 小朋友五行当中就培养阅读的习惯 云水书车服务已有九年之间 每月定期提供小朋友喜欢的书籍 学生们的写作能力也都很优异 除了我们学校自有的图书馆 然后也因为有云水书车的这个活动 学校也申请了一个成读 就是每周一到五十五分钟的成读 我们学校的阅读风气呢 真的有很大的翻转 让他们平常就已经有阅读习惯之外 又能够生动活泼的在每一次的时间 来说非常生动的故事 来让他们对于绘本 对于故事书更加的有兴趣 所以在这边要再次的感谢云水书车 云水书车提供了许多对于小朋友 在阅读的知识和广度的增长 而且在品格教育都有非常的帮助 县远蔡明轩感谢志工妈妈 协助孩子阅读 让书车发挥最大的功能 我们佛光山的云水书车 开到我们的学校来 当然藉由我们志工妈妈的一个导读 让孩子们可以更喜欢阅读 更喜欢听故事 当然可以提升他们来这边看书 读书的一个风气 跟一个习惯 然后当然可以把阅读 带入孩子们的一个生活日常中 才是最重要的 然后让孩子们阅读能力可以提升 我们一起来努力 云水书车的构想 来自佛光山行云大师 希望满载图书的行动书车 如行云流水般开往学校社区 方便学生及民众就近看书借书 同时推广全民读书 记者洪一轮 曹春正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转发 ê